講到這個潛艦 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 我大概在立法院十七年的時間裡面 如果要講大概一半以上的時間 都要搞潛艦國照 所以這個像第一個 這個潛艦國照的這個決議文 這就是我起的 這就是我提案的 這裡面有一個人在現場 連署人有一個人在現場 這個人我把他打勾起來 名字叫沈富雄 你看他已經離開立法院很久 我也離開八年了 這真的很長的一個一個故事 我又看了最近網路上很多的說法 其中有人就對於國民黨 就是說你國民黨就很露氣 你在任馬英九八年就照不出潛艦 然後蔡英文上來 八年任期沒有做完 潛艦就出來了 我我作為國民黨的立委 我必須跟替國民黨講幾句話 這潛艦國照 其實你要嚴格講起來 是從沈水片開始 2001年的時候 這個4月1號那天很重要 因為美國跟中共的軍機 在南海附近的空域相撞 這一撞之下 布希是德州的牛仔的脾氣 就很火大 4月24號就差不多是三個禮拜以後 他就宣布出售八項重大的軍售給臺灣 其中就包括這個潛艦 彩電的這個潛艦 那這個時候就開始就變得非常積極 美國就準備要幫臺灣的忙 但是美國從頭到尾並沒有想要在美國本土生產潛艦賣給我們 他到歐洲 他找歐洲的廠商 什麼西班牙 德國 讓他們去造潛艦 美國處理 美國當組合約商一樣 然後再賣送來給臺灣 可是很快的九月十一號 就九一一時間爆發了 所以美國江澤民就打了這個電報給這個布希 總統表示慰問 也表示支持 那這個時候這個布希需要中國大陸的協助 要進行這個 反恐 所謂的反恐戰爭 特別是阿富汗那種戰爭 所以整個態度就改變了 所以要做很多的努力 但是美國人還是 就是在敷衍 我們每一年那時候還給錢 因為美國的海軍成立一個潛艦 這個辦公室 我們還給 可是他就沒有進展 因為後來我到每一年 到美國去跟國防部 我就跟他們見面 就問他們 他們都告訴我說 整個案子沒有消失 但是我們再重新在評估中 但是就是不可能嘛 所以這個案子一直要到 馬英九回來的時候 曾經有談過 我給一百億美金 一百億這個通過一百億的預算 然後希望你臺幣 希望你美國趕快去設計藍圖 讓我們瞭解構型如何 才能夠談全案 美國人也不答應 所以後來也沒有變這個預算 那真正的這裡面過程是什麼呢 我吹的也不是說吹你 我就講一個事實 但是跟我有關 就是二零一四年的時候 高華柱到立法院 國防委員會做報告 我記得那天我應該是主席 我就跟高華柱部長講 我說潛艦國照 看起來美國人是不得不走 因為美國人不會賣給我們的 美國人甚至後來都是不准 歐洲的這些廠商跟臺灣 跟我們中船 臺船的這些人 都打交道 他都不准的 所以我說我們還是自己來 動手來做吧這樣子 所以我問了高華柱 我說你願不願意從國防工業發展基金裡面 撥一筆錢給這個 給海軍 讓臺船他們有錢 開始來推動 高華柱那天真的很爽快 就答應了 後來就撥了一億四千萬 所以才可能對那些所謂的重要的 那些零件啊 那種整合啊 開始進行研究 然後開始派人到國外去這樣子 然後美國態度也改變了 二零一四年的九月 他們的軍英部長 在一場學術會議裡面就這樣 跟臺灣願意 美國願意跟臺灣來繼續來談 這個所謂潛艦 這個造潛艦的這個問題 所以整個東西是這樣打開來了 所以並不是一夜之間發生 我還記得這個錢通過 開始有錢就進行得非常快 嚴德發當時是軍備的副部長 有一天國防部請我到這個國防部一個房間裡面去 嚴德發主持的叫秘密會議 所以那個內容我現在也不能講 請我一個人參加 我是唯一一個非軍方人士在裡面參加 但那天也有台船人在裡頭 所以後來陳永康上來了以後 整個案子因為他海軍 他也懂就推動了更加的迅速 那頻頻派人到國外接洽去如何 所以整個案子正式的定案 是馬恩九那個時候開始定案 然後蔡英文上來 有時候把構型做了一些的修改 可是依照我們的計畫繼續向前走 所以我在這裡 第一個我要替國民黨講話 第二個我要講的就是說 蔡英文政府也積極有在推動 那最後拿到這個潛艦 是對國內來講當然是個驕傲 但這裡面還是要謹慎 因為你還沒有正式的進行 就是你沒有下水嘛 你是在船屋上面進行這個 因為要選舉嘛 你們要哪做宣傳 這個也無可後悔啦 但是未來你還是要做下水 要做很多的測試 最後結果如何 我坦白講我們就要謹慎一點 所以我覺得蔡總統願意去 這個黃曙光願意講說 後續什麼時候造第二條等等 他變得比較保留 這是對的 你如果像某些的民進黨政府裡面 那有心心講說 馬上就要造第二條第三條 這話講太快是不好的 因為整個的性能如何 這第一次我們自己造前見 我們只有四成的自治能力 那你現在就要催說 我第二條怎麼造 第三條怎麼造 這個就是會把人命拿來開玩笑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